你只要找医生 现在很简单 吃血压的药 一天吃一次 一天吃一次 常笑人啊 保护得很好 只要你轻度的 就照顾得好 你就不会走中度 中度的 你不带饮食控制 还要加上稍微多 不是一颗药 可能要两颗了 重度的话 可能要三餐吃 都有可能 甚至于重度的话 你还考虑有其他的毛病 绝对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今天我会用很多图片 让大家了解 这个心脏 很重要 它是一个碰 把血液打上去 有它的功能 它有必要之二 它要肥后 越肥后压力越大 能够血打得越高 可是问题会打破了 就像自来水公司 加压加到 哇很高的压力 为了末梢的管道 像我住在东南区 那个是 921地震的时候 我们最慢被供水 你们所有地区都有水 我那边还没有 我一个礼拜以后才有水 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很差 那厕所都没有人敢翻 因为里面的米田工都要留着 等一下洗完手的 洗完东西的 那个水才冲了一次 能够冲七天你想想看 但是它可以加压 那种加压 水管是不是会爆掉 一样 所有物理原则都是循着这个来走 下一张 你看这个人 在一个旅馆里面 restaurant 在restaurant里面很热 很热络 在那边开会啊 大人物啊 VIP啊 车来了 你看 脸色红润 喝了酒 很温暖 跟张孝石校长一样 他带的是公事包 很重 里面007 大概放多少金条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 肆里是事业家 穿了衣服 漂亮 哦 他违巾 你看 问题是风这么大 天这么黑 爸爸捕鱼去 为什么还不回家 还在拼命啊 拼命让他 肾上腺素高 哦 脸色潮红 问题他抽烟 你看 抽烟不好 因为抽烟会让你血管收缩 不然血一收缩 你的头脑里面就清楚 可以跟人家谈判 很有力量 很清楚 再后一支烟 快活四神仙 真的是快活 因为把你那个 本来要给胃 去循环消化的血液 用抽烟把它打到头上 你就清楚了 人家午餐后在那边 昏昏沉沉 午睡啊 趴在那睡 你可以跟人家拼啊 可以做生意啊 但是问题这样子会上瘾 有一天你不抽烟 你就觉得焦虑啊 助力不安啊 那就不好 你就被香烟绑架了 哦 你就活在香烟的这种 这种痰痰痰之类的痰痰 就一直被人家绑架 你不抽还不行 还会手会抖 他会不安 睡不着觉 很多的问题 哦 这个人就是失业下 抽烟下雪 整个冷的天气 跟张校园校长 完全一样的环境 这种环境就让他怎么样 心脏复合不了了 痛 痛从这边 左边 连向左边的手 这边比我画出来 左边的牙齿 所以有很多人牙齿 左边在痛 他不知道是心肌梗塞 那种痛会传到牙齿 传到左边的手 去拔牙 拔起来当场死掉 这个很可怕 因为他顾典型 你们知道 教会学校 东海大学 才一个半月前 他们的教务长 郭俊清教授 郭教授为了学校去马来西亚 给乔森演讲 希望很多乔森 因为马来西亚乔森来台湾读书的 最多所有的国家里面 郭教授 郭教授 他在这边开完会 要回来 前一天晚上 也是肚子痛痛的 你看位置在这边 有没有包含肚子 有 心脏在这边 偏左边 下面肚子 他就去马来西亚的医院 照了心电图 其他的抽血也验了 回到寝室 不是 旅社 回到旅社 隔天跟商校园校长一样 叫不醒 他还更严重 人家打开门 他已经心脏变掉了 一个教育长去世 所以 一个月前 东海大学为了这个告别事 整个东海大学怀念这个 非常好的一个教育长 郭俊卿教授 你看 那么年轻 你还记得吗 张晓燕的导演 还有谁 好几个导演 这 那个那个 就是给张晓燕 还有给那个 最近出来的那个 那叫什么 朱什么 诸葛亮 诸葛亮 诸葛亮也是他导演 他们在露营的时候 有一个导演 驾着车子在高速公路 心脏 停掉了 他的太太赶快把那个 酱 那个那个 韩德鲁弄 弄到旁边 还好没有射破 结果还是救不起 一个很年轻的 中年人的导演 就这样趋势 所以你看看那个心脏病 不好玩啊 你如果痛是在这边的话 很危险 随时就有 我们叫做心脏麻痹 所以心脏麻痹 就是心肌梗塞的结果 下一条 心脏肥厚了 你看中间打血液的枪 剩下这么一点点 本来是这样瘦瘦的 可是因为要硬打 而且颜色变黑了 变黑了 而且这边烂掉 这个溃疡 这个溃疡 就让它容易破 立刻心脏破了 整个家庭改变了 整个国家有个改变的 你知道六四天洋门 中国六四天洋门是为什么 为立刻心脏 有听过吗 有听过的举手 没有吗 还好今天有来的 六四天洋门就是 中国的大学生纪念五四运动 从五月四号静坐到六月四号 五四运动是谁 就是 不是不是 胡适是参加五四运动的 他是被一个到日本东北去读一学院的 叫做 那个那个那个学生呢 他后来不读了 鲁迅 有没有 鲁迅 他不读为什么 他认为当医生没有用 当运动 正式运动才有用 才能救很多人 所以他不读了 因为医生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一个病人在那里一个看 时间就过了 你不能一次五四的来 我这样扫描 你用一号药 你用六号药 十二号药 不可能啊 所以当医生没有用 他不当 他读一年后就回中国了 领导北京大学 燕京大学 夫人大学 什么 教育 他们叫做师太大学 等等等等 第一次的五四运动 那个时候胡适就在里面 还有后来当台大的校长的 他们都在里面 那一次五四运动让他们觉得 有希望 所以 遇到再一次的 五四运动 就是他们的前总理 他们的胡耀邦 这一个总书记长胡耀邦 心机梗塞 心机梗塞当然照规定 到医院住院两个礼拜 不能动哦 这两个礼拜是要在病床上大小便吗 当然 到了第四天 胡耀邦总书记长 觉得我身体很好啊 我也坐起来啊 外交部长内政部长 财政部长都要来 叫我签字 我也签完了 当然上面有一个叫邓小平 那个邓小平才是幕后的 老大 那他只是一个 所谓的 总理而已 那个总理还是 人家的顾带希 但是他总要都上信嘛 他对外讲 我是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 这个都对 他自作主张 他以为他官大学问大 他就认为医生叫他 十四天的过床 他不要 他第十天了 看到部长已经回去了 自己跑到厕所去大便 他十天了 你大便会硬 你知道 大便很硬的时候 你就 而且 人家还拿个便本 在那边叫你 阿大便 真尴尬 所以他也不喜欢 跑了 这没人管 跑一跑 跑厕所 跑厕所 就在大厕所里面 你知道十多天的大号很硬 好像那个 杨妹妹的大便 有没有要塞 那样很用力 阿 死掉了 心脏就爆掉了 心脏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已经溃疡了 这个地方 他就这样 等到那个守卫 已经到里面 进去 胡药邦死 胡药邦死 胡药邦死一个好人 他就 有一个他们的教授 北京大学校总 叫方立枝 方立枝这个教授 是一个物理学家 跟那个时候 台湾中研研究院的院长 吴大游一样 都是物理权威 结果呢 这么好的一个教授 为什么 值得他们怀念 这个好的教授被关 因为在中国那边 你不能教学生 你要有德先生 要有赛先生 德先生叫Democracy 民主 赛先生叫Science 你教导人家Science 可以 你不能讲德 Democracy 民主 你在中国讲民主 你开玩笑 把他关了 这个胡药邦他觉得说 这个是好的教授 他又没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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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